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台铁太鲁阁号出轨 33岁司机原存修用生命最后4秒重踩刹车 为了保护全车旅客的安全而不幸殉职 而6号在吉安乡慈云山火化 骨灰是由台铁专列运回台中的老家 而这也是台铁第一次以专门列车高规格 送殉职司机返家 场面爱期 行进事发现场沉重的铭笛声 透露万般不舍于哀痛 6号中午台铁专门列车 带着罹难司机员远存修回到树林车站 准备穿着最爱的西装下班回家了 他真的很勇敢 就是一出和人隧道的时候 但他看到的时候不到4秒钟 他是紧急煞车 而且铭笛 就是他坚守岗位守护乘客到最后一刻 所以这个是因公殉职 6号一早交通部长林家隆现身 原群修林汤向家属丹西下跪 表达歉意与钦佩 也感谢他尽到最大的努力 短短几秒钟内多次的铭笛与刹车 强调原群说因公殉职 将会争取最高辅序 以存修为隆 他坚守岗位守护乘客 然后现在任务执行完毕 我们用专列送他回家 曾教终于战略了 任务结束 曾教终于战略了 任务结束 数十名司机员排开敬礼 台铁首开先例 派出专车护送原群修的骨灰 先从花莲回到树林 象征任务结束 接着护送他最后一程 回到家乡台中 让曾经的铁道伙伴走得风光 执行护送任务的十年资深 司机员吴长志 对此趟任务心中无限感慨 纯修他的任务还尚未完成 因为毕竟他的工作班 是从树林到花莲 然后因为他在半路 发生行车事故以后 那现在目前还没有做下班的动作 这个任务我们感觉到 非常的荣幸 泰鲁阁号事故 让驾驶员内部气氛低迷 对此台铁将在8号 请所有员工系上黄色丝带 还请教石员鸣笛致意 以响彻云霄的列车奏音 对袁春修至上最大的敬意 据者综合报道